《斗罗大陆》5 重生唐三 作者 唐家三少 第131章 朵白觉得不香了 唐三回到房间之中 朵白脸上的兴奋之色到现在都还没有消失 关老师确认了 我就是突破了 哈哈哈哈 厉害不厉害 唐三有些无奈地道 你先好好控制住自己的情绪 还有 控制住血脉波动才算厉害 你现在这种状态 谁都能看得出你不对劲 朵白之前刚刚进来的时候 他就感觉到了 朵白给人一种仿佛能够扰乱规则的感觉 没错 就是扰乱规则 这方面 唐三的判断一定要比关龙江更加准确 什么是规则呢 其实就是整个世界的秩序 这个世界的秩序 而当唐三被朵白跑 他分明感受到 这个未免的秩序似乎出现了波动 虽然还做不到改变秩序 但干扰秩序肯定是可以的 天狐便进入第四节 真正的作用也开始显现出来 唐三明显感受到独白的不同反响 只不过现在 他还不能肯定独白这第四节的天狐变能够产生什么作用 但只要一接近独白 他立刻就会有怪异的感受 独白对唐三是充满了善意的 所以 唐三接触到独白的时候 都能感受到自己的运气好像变好了 体内玄天宫都会运转的更加流畅 而他自身的灵犀天眼也和独白的天狐之眼相互呼应 自行吸收了一些独白身上的气息 虽然不是通过玄天宫吞噬 吸收的不多 但唐三也能感受到灵犀天眼有了一丝进步 也就是说 只要他和独白在一起 哪怕不通过玄天宫去吞噬独白的血脉之力 灵犀天眼都能自行进化 这也让唐三心中一动 天狐之眼乃是掌控气韵的能力 自己直接吞噬独白的血脉之力 无疑是在削弱人家的气韵 到了四阶之后 独白明显变得不一样了 自己在吞噬独白的血脉之力 很可能会受到气韵的反噬 倒不如就这样在独白身边蹭蹭气韵 虽然会提升的慢一些 但不会产生问题 所以 唐三现在也乐得与独白待在一起 好了 好了 我知道了 这不是才刚突破吗 我会努力控制的 四阶好像真的是不一样了呢 独白兴奋地说道 唐三道 我先送你回屋吧 待会儿我直接把早饭给你送过去 我估计待会儿老师们就要去找你了 好 谢谢了兄弟 对了 你那子急魔童我还能继续修炼吗 独白低声问道 唐三点点头 道 应该没问题 你突破到第四阶 精神力也随之增强了吧 你这次突破 应该是情绪上受到了强烈刺激导致的血脉沸腾 精神力要持续提升 只有精神力足够强大 你才能更好地控制天狐之眼 未来进阶也会变得容易些 你尝试着修炼吧 有什么变化你就问我 咱们及时沟通 而且 子急魔童修炼到一定境界之后 本身也是种战斗的方式 战斗的方式 那是什么 独白疑惑地问道 唐三默默地感受了一下外面 确定附近没人 这才道 修炼的是精神力 带来的自然是精神层面上的攻击 你看好了 说着 他转过身 朝着侧面 双眸之中 紫光一闪 顺许长的紫色光芒从他双眸之中射出 紫光一闪而逝 虽然紫光并不是针对独白的 但独白明显感受到 自己刚提升起来的精神力 以及气韵之力瞬间 受到了强烈的压迫 站在他面前的仿佛不是一个人 而是一只巨兽 令他心悸的精神震荡 发出了一声惊呼 唐三的精神力 在融合了天狐之眼后 变成了液态的 灵溪天眼乃是三大技能融合的产物 紫急魔童也是修炼随术的强大技能 二者相辅相成之下 唐三完全可以肯定 自己现在的紫急魔童 要比前世同等层次的时候更强 那天对抗插翅虎的时候 如果当时没有顾礼和武兵技 对其的强行控制 他就要冒着泄露这个强大能力的风险 给叉翅虎一下紫急魔童的精神冲击了 他之所以在独白面前展示紫急魔童的能力 一是因为独白本来就已经跟他学习了紫急魔童的修炼方法 二是因为他想让独白看到 在这方面自己的能力有多强 紫急魔童多么有未来 他是很希望独白提升的快一些 这样的话 他的灵溪天眼也会提升的快呀 现在独白四阶了 这就意味着不久之后 他的灵溪天眼也能达到四阶 独白目瞪口呆 这 这也行 你精神力这么强 唐三点点头 就是修炼紫急魔童的结果 所以你知道我为什么跟你说 修炼这个你的天狐之眼 有可能会随之进化了吧 嗯嗯嗯 独白连连点头 正因为他有天狐之眼 所以在刚才那一瞬 他才能感受到 唐三输出的精神力有多么强大 哦 对了 我六阶了 唐三淡淡的说道 独白看着他 足足半想才憋出一句 你这个怪物 他突然觉得 自己突破到四阶 这事儿有点不值得高兴了 人家比自己还小两岁 竟都已经六阶了 和大师兄一样六阶了 没别的意思啊 唐三淡淡的说道 五阶的时候 唐三都能和大师兄打个不分胜负 六阶了 岂不是说 在学院的学员之中 唐三才是最强的那个 人家还是年龄最小的 这上哪说理去 独白好想说一句 我不跟你玩了 可人家刚教了他子急魔童 这也不好说呀 天狐之眼进入四阶 他也明显感觉到 唐三的气息似乎更让他亲近了 他很熟悉这种亲近感 运气越好的人 他就越容易感觉亲近 我回屋了 你成功的打击的 我没那么兴奋了 你帮我控制住了情绪 独白一脸无语的说道 不用谢 唐三微微一笑 谁谢你了 哼 我走了 唐三最终还是陪着他 一起回了房间 实现了对关龙江的承诺 然后才去了食堂吃饭 腰瘦骨头炖的汤就是好啊 一晚下去 身体暖融融的有些发痒 一顿早饭吃下来 大家都是神采奕奕的 今天上午是体能课 沐云鱼老师的课 除了独白和顾礼以及五兵纪之外 其他人都集合在院子里 沐云鱼脸色严肃的看着学员们 沉声道 你们每个人都是学院精心挑选出来的 你们在咱们拥有妖神变的人类之中 都是出类拔萃的 你们也应该知道 我们的妖神变从何而来 那是先辈的屈辱带给我们的传承 所以 你们首先要做到的 就是好好保护自己 让自己尽快成长 变成一个有用的人 你们的冒险 带来的不只是自身的危险 更是学院和组织的巨大损失 今天我郑重地警告你们 未来 无论执行什么任务 一定要量力而为 不可冒进 保护好自己 才有未来说着 他冰冷的目光 就落在了唐三身上 一起去执行任务的五个人 今天前来上课的 就只有唐三和成子成两个 唐三更是做任务的提议者 不被针对才怪 玩 记得订阅 开启小铃铛 点赞和分享哟 请不吝点赞和订阅 点赞和分享 就是时间 一边 是 你 在这边 你 是 这边 是 我